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的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别师 李孔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甄迪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次我们就讲一下 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我们以前报道过很多新闻 出来示威游行的人士 很多都是反对当政者 最搞笑 今次 这个国家的当政者 亦即是冰岛的总理 亚国布斯多尔帝 与冰岛各地的女性 一起出来抗争 一起出来 举行大罢工 他们就要求一样 就是 男女平等 在男女平等之下 一定要同工同囚 这次罢工 亦是继于1975年 这个国家首次举行女性罢工以来 第二次 全天性的大罢工 当然 总理都出来 对于 今次的罢工来说 算是有一个 特别的意义 当日下午 几万名女性就聚 在首都雷克亚美克的广场 举行大型的示威活动 如此同时 冰岛其他地方亦是计划举行类似活动 罢工亦都导致多姦托儿所有医院关闭 所有城市服务都受到罢工的影响 但是雷克亚美克的市政府就说 参加罢工的官员 是不会被扣工资 当然 这些员工不被扣工资是一件好事 看回冰岛的这位总理 亚格布施以多地 其实接受媒体访问时就说 他不会在罢工日工作 亦呼吁 其他女性政府成员也加入罢工 目前 冰岛内阁成员当中 男女是各占一半 冰岛议会当中接近一半的议员是女性 其实如果说平等来说冰岛 有个数据也算是好的 但是 他们觉得依然是未够 而且根据这位 冰岛总理说 欧洲其他国家 其实男女依然是不平等现象存在的 想不到他们说 开放自由 公平 原来他们也是存在着不平等现象 实际上我觉得有些事不是 一两代人可以消财应该要很多代人的努力才做到 包括男女平等 重理也说 他已经引咎了 冰岛女性已经难以忍受了 他们拒绝生活在一个 薪酬不平等的社会 虽然目前情况已经有所好转 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还要基于 一样东西就是 不可以因为我们的性别 而被人动手 这个就是实现平等的基本条件 虽然冰岛在世界经济论坛 关于 性别平等排名名列前茅 但是 他们国内普遍未认为 自己国家是实现平等的 当然他们平等应该指完全平等 看回消息 原来 好像首都雷克亚美克 75%的市政府雇员是女性 而根据冰岛统计局的数字看到 原来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 依然达到 10.2% 1975年 其实冰岛大概九成的女性 的劳动者 举行了大罢工 为了强调女性对经济的重要性 这次罢工也促使 他们国家议会在第二年通过一个同工同酬的法案 但是长期以来 这个法案虽然立了法 但是 冰岛的女性 觉得是没做到的 除了冰岛之外 另外一个 冰岛是北欧国家 近北极区 另外一个西欧国家很出名的 我印象中它应该是多公平 原来也不是 就是荷兰 荷兰 之前亦有 有女性的人权分子出来发声 因为他们觉得荷兰的男女平等发展 是停滞不前 我们看回在全球性别 差距指数这个衡量男女 不平等 程度的年度排名当中 荷兰的得分再次低个轮角比利时和德国 还有英国 在 去年他们排28 今年也是排28 而比利时德国这两个轮角 就是排前十的 其实 这个排名 如果你是拉回整个欧洲 都不算是 当然这两个国家表现得很亮丽 但是你拉回整个欧洲 其实都不是很好 我们之前 亦都说过 因为有些东西 他们是隐性的 这个在全世界一样 不单止是欧洲 这个研究 是由世界经济论坛在146个国家 和地区 进行 着眼于经济参与 受教育机会 政治影响力 和医疗保险 预期受命 这些指标全部都是衡量男女平等 根据荷兰亚布斯特丹大学 进行的研究 其实是的 荷兰的性别差距已经是缩少 而根据荷兰的 这个 政策我们看到 在过去三年是有些成效的 但是这些进展 在今年就停滞 是的 大多数女性 主要是从事 兼职工作 从事兼职工作的就有 7乘7 女性 男性只有4乘5 而在公司当中 只有 13.7%的 高层 是女性 上市公司 当中 当然就多些 有38% 刚才说的冰岛其实冰岛挺厉害的 说真的 但是他觉得自己也未够 原来 冰岛是14年排第一位 排第一位他们的总理还要出来示威 根据 这个研究 冰岛的性别差距是91.2% 之后是挪威、芬兰、瑞典这些全部北欧国家 但是 最大差距就是 尼加拉瓜和纳米比亚 当然 这些国家 因为 是 你知道传统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 有些人在意识上就是这样 所以 很无奈 我觉得大家一起做好他 大家一起做好他 另外刚才我们说过 去年 这个欧盟也知道自己男女平等 因为他们什么都要走到很前好才准 去年 他们也觉得自己不够 做了份检讨报告 因为当年2020年的时候 其实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罗欣说得很大 结果现在连荷兵都说未做到 在当年 欧盟委员会就公布了 性别平等战略2020到2025 现在还是 那个文件的 行使当中 当时在三八妇女节发布 发表了声明为了力增 离合在就业 薪酬 护理 养老金等等方面的 性别差距 希望可以促进到经济 这个战略提出 备来五年 实现 性别平等的关键行动 并且承诺将平等的概念 纳入所有欧盟决策和重大倡议当中 想不到三年之前做的事 现在还未实现到 这个不是我说的 是冰岛和荷兰说的 近年来 其实欧盟他都承认 促进性别平等的进程是缓慢的 以及各个国家当中 是出现了巨大差异 欧洲性别 平等研究所就显示 在疫情之前 性别平等指数就是 67.4% 比2005年 只是高了 5.4% 各项指标当中 权利不平等 是最严重的 针对当前情况 其实当时 欧盟的战略 提出了很多措施 比如 不能够 向 不同性别的人动手 当然这些 当然不应该做 反对歧视 反对 对某些 性别的黑板印象 确保 确保腐累在 就业市场上享有同工同酬的机会 但是 三年前说的 现在冰岛 和荷兰就说未成功 你要想想这些国家已经很先进 结果也做不到 这件事也是 因为我们 这个社会是全人类的 长河来看 整个历史长河看到 其实 我们经历的都算是快的 但是 做得还是不够多 当然他们也都希望 在性别 之上可以 做得更加多的平等 比如在经济和政治上 有平等参与 和是决策权的 欧盟委员会也都成立了 平等工作小组 在 操作和技术层面上 具体落实的事情 都是要做的 看回数据 根据数据 欧盟女性 是比男性的薪酬是低16% 养老金差距更加达到30% 提升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 能够将欧盟各国家 人均的GDP拉高10% 当然这件事也是估计的 但是我相信也是会的 另外 另外一件事 就是防止向女性动手 其实数据也都表明了 欧盟33%的女性 曾经是遭受过被人动手 或者是想动手 当然 现在 欧盟的政策当然是要压制这些东西 我们看回女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 都是需要我们 重视 当然欧盟也有数据 他们数据就是 欧洲 议会的议员当中已经有 39%是女性 但是 顶尖行业的董事 会的主席和 CEO的女性比例 只占8% 所以欧盟将继续推动立法 提高 董事会女性 成员的比例 女性 作为 欧洲议会参选人士 希望下一届多些 因为就快欧洲议会参选 欧洲议会参选 欧盟委员会更加承诺 将以身作则 看看能不能做到 实现2024年各级管理层人员 男女比例是1比1 并且是扩大 所有欧盟机构 女性领导人的比例 当然 欧盟的性别 平等政策 其实 都算是 做得 比较硬的 但是都是未够 你看罗威 都挺好的 但是罗威和 鄰近国家冰岛 都一样说不行 另外 这个这么先进的荷兰都说还没得 好,那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